鲁能克场1比1战评苏宁本轮中抄,鲁能1比1战评苏宁,将各项赛事不败记录连续到了13场,其中连赛中连续不败的场次也达到了9轮。 同时,领头阳国安也未能获胜,鲁能同国安的积分差距维持在了一方,赛季迁半成,将苏宁的表现相对一般。 但在主场,苏宁依旧非常强势,除了首个主场1比2不敌国安外,苏宁仅5个主场,拿到4胜1平的佳击。 同时,鲁能则是客场成绩最好的球队,前几个客场4胜2平进一副,30多度的高位也影响了两队球员自己的发挥。 比赛60分钟过后,两队球员基本已经是站着在踢球了,1到1的结果就场面而言是公正的。 但看得出来,李肖鹏对于只拿一分并不完全满意,他几次换人调整,都是换上进攻球员。 不过没有收到成效,从第6轮2比0战胜大连一方开始,鲁能目前已经连续9轮连赛不败,是自2014赛季末端9场连赛不败以来的新高。 如果再加上足鞋飞的4场比赛,鲁能现在已经是连续13场不败,球队整体状态还是很不错的。 不过,如果要谈到中秋多败,鲁能总给人一种还差点什么东西的感觉。 另一边,江苏苏明已经是连续6场比赛不胜了。 这6场比赛,苏明其中4场都交了白卷,球队的进攻太过依靠几名万元,而博埃基也又迟迟找不到感觉。 好消息是,本场比赛新元埃德尔表现不错,中超首秀,就取得进球,足鞋飞被淘汰出局之后,江苏苏宁本赛季唯一的追求,只剩下了亚冠资格。 苏宁目前僅22分暂时排名第4位,同排名前3位的球队差距较远,只领先手在两场的恒大一番。 恒大目前的上升是头和猛,他们是冲着中超8元冠而去的。 苏宁恐怕很难争得过。 仿主大会是2分If anda有个 anom关系的绒我。 远本大家评论6分期员,接近回互相当面团队差距较。 询神明、数学二位,线前1から重点唯一摆一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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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